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没问题啊 没问题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效果再给大家看一下 至少证明我们这个06这个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点击之后 我成功了 接下来加动画 动画这个原则你已经知道了 就是谁要走 我得拦他一下 对不对 我得这个别让他那么走 对吧 我要给他这样动画效果 所以在这里是这个 三大把一会儿要来 一会儿要走 对吧 一会儿要显示 一会儿要隐藏 就是他 OK 这是单个元素 我根本用不上派出来那个什么传生group 用一个传生就已经搞定了 那这样我把这个传生加在他身上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里 起好一个内幕 同样的把那个样式给复制过来 还是这段css代码复制过来之后 复制一下放在咱们这里面来 放在我们这个过渡里面来 哎 在这里面 好 后面那什么玩意儿 啊 那这样的话呢 把后面这块这个多了 这块给它删掉了啊 然后的话把这个内幕给它复制过来之后 咱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动画是怎么样子的呢 满不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呢 一点之后 哎 我们这块是不是这个transition写错了呀 啊 看一下log啊 但我会看log呀 对不 啊 好 在这块没有问题了 点击之后的话呢 就是方向反了 但这个动画已经成功了 来咱们把动画给改一改 让它从左边来 别人说从右边来 从左边来怎么来呀 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负100有没有单位我想问一下 哪个宽度啊 难道这个盒子的宽度将来这个盒子的话 我要是300 你这个地方的随机的来改吗 好用吗 刷新之后呢 这什么效果 请告诉我一下 这谁告诉我 负100就行 是我说的100吗 不是 你这个 我哪说100的 我的天哪 我找大伙说过这个的呀 你真是可以给人随便按帽子 你这家伙 得了吧 还100 你直接全部还给你CSS了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假如说这个宽度的话呢 我不是能 大家有同学告诉我 说科普就上成负200 肯定好用 因为你现在是 这个宽度 这个380是200 那这样来说的话 未能让全部隐藏的话是200 我知道好用 对不对 肯定好用 非常完美 好 接下来 宽度的30% 请问这个地方怎么设置 宽度的50% 或者这个宽度价格是动态计算出来的 它用GS动态计算出来的 你打算怎么在试试我这个动画呀 你能用GS能动态设置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就不应该写单位 就不应该写单位 谁告诉你写PX呀 对不对 从哪来的这东西都是啊 你直接全忘了 所以在这块 那就跟我们的这个什么没有关系了 跟你一个高度宽度没有关系了 我这张写成500 我这张写成500 400的 那在这一保存之后 我们一点击之后 它这个负的100%是100%相对于谁的呢 大家说 它自己的 它自己的 这就够了 哪来的单位啊 弄单位就错了 你这样就写死了 这个代码 对不对 你这样一个东西就没什么价值的 而在这一块的话 咱们现在这个组件呀 你写在这里 我推荐你 把这个东西的话呢 便写在这个组件 这个外面了 你既然这个赛来吧 它本身带有这样一个功能 请把这个东西 直接付入了组件里面 那最后我可以说 你已经实现了一个 可复用的一个过渡组件了 因为这个组件本身 谁用 谁都有动画 那这样来说的话 我们点击之后 大家会发现 这个组件本身 是动画效果的 那这样来说的话 我们封装了一个叫什么呢 可复用的过渡 什么叫可复用过渡 把我们的动画效果 封装在组件里面 就叫可复用过渡 OK 结束